来关注香港方面 去年11月12日 香港有暴徒实施堵路行动 其中一名20岁的香港男子 在烧鸡湾用剪刀剪端行人交通灯电线 他随后被拘捕 近日 该案在香港东区法院宣判 裁判官裁定被告刑事毁坏罪名成立 考虑被告被捕后已被扣押7天 且已知错 故判其120小时社会服务令 并赔偿相关维修费用 据港媒报道 被告名为黄锦威 今年20岁 报称兼职售货员 他被控于2019年11月12日 在烧鸡湾泰康街至烧鸡湾岛交界处 非法损坏属于香港特区政府的行人交通灯 过程遭便衣警员目睹 随后被捕 据悉 他还涉嫌在被制服时 割伤香港警员的手指 在该案此前庭审中 被告已承认刑事毁坏罪 7月10日 该案在香港东区法院迎来宣判 裁判官裁定被告刑事毁坏 罪名成立 裁判官指出 考虑被告早前被捕后已被扣押7天 且被告已知错 获得家人支持 最终判处被告120小时社会服务令 另外需要赔偿452港元交通灯电线维修费 裁判官也指出 被告减断行人交通灯电线 会对老人和小孩造成严重影响 甚至引致人命伤亡 希望被告反思 做每件事都有后果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南方都市报APP